关于吃世界各地都有占个没完的案例 美国教授建议用少许的盐巴化解英国浓茶的苦味 结果就被英国媒体跟网民群起嘲笑 说不懂得喝茶 而意大利拿破里披萨老店第三代 推出有凤梨没有番茄酱的披萨 老派掏客骂翻了 认为根本不是披萨 而南韩则是网红圈流行油炸淀粉制的 这个环保牙签来吃 让官方都发出声明警告 而印度有厂索赔金额超过24万美元的官司 其因竟然是两家连锁餐厅 争抢奶油咖喱鸡这道印度名菜 英国游客到了印度 一定要炒上的菜肴 就是印度奶油咖喱鸡 鸡肉用酸奶与香料腌制后 煎或烤 再与咖喱一起盛盘上桌 常搭配的还有印度奶油大蒜烤饼 两道料理是为二进入Taste Atlas 世界最佳菜肴排行榜 前50名的印度菜肴 不过香浓鸡肉料理最近却掀起官司大战 问题就出在昆丹拉贾吉先生后来自立门户没有继续参与合伙 他所创立的达里亚干吉家族餐厅也贩售这道名菜 奶油咖喱鸡 老东家莫迪玛和餐厅认为侵权 准备了超过2700页证明文件一状告进法院 要求的赔偿金额高达24万美金 超过720万新台币 上周首次开庭 印度德里高等法院预计五月召开听证会 但这官司已经在社群媒体上掀起热烈讨论 讨论的不是哪家连锁餐厅才是原创者 印度老涛们认为早在1947年莫迪玛和餐厅开业前 奶油咖喱鸡就是旁遮普省名菜 根本是公共财 陶客们才不在乎谁发明奶油咖喱鸡 哪家餐厅烹调的让人满意 顾客就会买单 印度吃好味道 南韩饮食流行之一则是吃新奇 有骨有肉有菜有叶的传统食材不吃 这投进油锅里的干瘪绿色牙签状小东西又是什么新奇食材 别怀疑就是牙签 这种南韩餐厅常见的环保牙签 由玉米和地瓜淀粉制成 现在却变成网红与娱乐圈明星们最新的吃播食材 酥炸牙签像薯条般搭配各种沾酱蘸料 甚至还有做成果冻的 但南韩官方1月24日紧急发布声明 呼吁民众切勿继续吃牙签 因为环保牙签并没有通过食用相关检验 至少含有色素等不利人体健康的成分 来到真正的拿破里披萨发源地 吉诺索比罗这家披萨老店已经是开到意大利各大城 甚至海外纽约东京的连锁餐厅了 1935年开业的披萨老店 现在主厨经理人是第三代 也就是创办人的孙子 他的努力让拿破里披萨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文化遗产 但最近他也因为披萨挨骂 别说什么新奇食材 就连披萨改配方换口味 意大利民众都觉得不能接受这样颠覆传统的举动 不过老店第三代觉得应该勇于开发新口味 让披萨与时俱进 不仅加凤梨还拿掉番茄酱 让老派涛科要抓狂的食谱 其实也有消费者表示蛮好吃的 而一位美国作家最近出的书 也让英国民众批评 甚至美国朱英使馆都发表声明 化学教授在最新著作中建议 在茶中加完牛奶后 再加少少一点点盐 能降低浓茶的苦味 小小建议却引起英国两大报撰文批评 社群媒体也一片踏乏 英国传统下午茶是有甜点搭配浓茶 哪需要加盐来减少苦味 不过英国网民还是继续嘲笑 美国人不懂茶文化 用温水泡茶 用微波炉加热奶茶 种种美国日常在英国人眼中 都已经不合格了 现在竟然要加盐 美国朱英大使馆赶紧发表声明 幽默表示这并非美国官方政策 只能说饮食选择是非常个人化的事 就让人人保有自己的小确幸 当别人开口的时候再给予建议吧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